大家好,我是Stan 因为小看台湾报告的实力乱说话 而引起剃光头争议的卡丁车帝王木诺君 昨天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剃头发的影片 昨天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传了剃头发的影片后留言 大家好,应该要早点剃头发的 抱歉,有点迟了 但是我遵守了我的诺言 在卡丁车计赛结束后 因为还剩下很多其他行程 所以觉得剪头发的话会给其他行程造成困扰 很抱歉让大家失望了 以后会成为更加注意言行的人 我们来看一下影片底下和我网友们的留言 哥遵守诺言的样子太帅了 会一直姻缘你 哈,或许,早该这样了 虽然还像个小屁孩一样 但是一直给粉丝们看这种样子的话 粉丝们会一直姻缘你的 对,自尊心虽然很重要 但是人生的诺言才是最重要的 粉丝们只希望透过这件事情能变成更成熟的人 但是也有网友们表示 因为连舆论都变不好了 所以才决定不是剃光头而是剃半个头 好遗憾,真的好遗憾 到最后还是要剃的话 一开始就剃了 不就不会有争议了 这是因为鄙视别的选手后剃光头的 绝对不是可以收到称赞的事情 希望以后能多注意言行 能够尊重其他选手 对于姆诺君的剃光头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个消息是 10月25号 普古台湾上传了采访大S KUJUNYU夫妇的影片 而因为也上传了韩文字幕版本 所以就收到了很多韩国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我今天第一次知道 KUJUNYU竟然是这么能笑也能说的人 因为许席源比想象的韩文还要好而被吓到 克兰之后并没有关心KUJUNYU 今年才知道许席源是谁 但是因为比童话还要童话 比电影还要电影的故事 现在会去找所有相关新闻 变成这对情侣的粉丝了 在同窗阴梦这种综艺 应该能超越KUJUNYU 成为最想邀请的夫妇吧 所以两个人的爱情故事 什么时候会拍成电影呢? 拜托谁来拍拍吧 真的想一直看到你们 太甜了 是台湾版博谷竟然还有韩文字幕 真的太有趣了 希望能一直更新两个人的系列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拜托观众们不要拍照的PPG 连着亲国的粉丝们应该很熟悉 在暴雨中也非常努力唱歌跳舞 甚至还是刀群舞的小女友们 而现在的PPG也不例外 当天的活动一开始也下了消遇 果然在接下来的舞台 雨也没有听 甚至还越下越大 导致都无法正常睁眼 结果 然后在暴雨中没有受伤 结束了最后一首歌 PPG加油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拜拜 transition 我们看你 适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